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传过的复活赛也不办了 意味着目前的所有哥哥们都晋级了总决赛24个 成团夜时间为11月5日 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最后录制 期间所有节目内容都不会出现任何新的剧透了 既然全员晋级的武功还未播出 本片夜秋晨就来聊聊此前刚刚结束的四公 四公舞台是分为两期播出 第七期和第八期上下供三大段 总体而言一口气刷完还是挺吃力的 选盟友的时候有个小插曲 王立新去趟洗手间出来 没想到陈楚生已经和罗杰夫部落结盟了 两人的对话多少有些不愉快 接着就是陈楚生在哥哥小聚的时候开始讲话 那个感觉很像家里酒桌上的长辈 老舅的形容特别贴切 狠的 坦白讲 我似乎还是更习惯那个有点沉默的陈楚生 少说话 神秘感更好 老舅这轮有点破防了 一个人躲在角落哭 可等李九折过来变成两个男人一起哭 就突然觉得有点想象 说实话 我也觉得刚淘汰两个哥哥后就搞带友团聚属性的中秋家宴真的不合适 不舒服 算了 节目组不妥的行为也不止这一点点了 这次芒果再过度期节目就播出了四宫的表演 而且一反常态放出了0713成员有矛盾的片段 貌似有种为了拯救热度而进行的操作 评价舞台表现的话 就按出场顺序来聊 第一轮总体实力就偏弱 像是排练重心本身就不在这 关于光明 作为四宫首歌出场的表演 分数真的不高 汪峰的歌真心不适合所有人 我一直觉得陈楚生和阿璞更偏向情感类型的 而光明属于情绪类的 两个歌手的实力本身没什么问题 但就像用力的方式不对 拳套打在了棉花上 而且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不放背景音乐 单看画面时你会以为他俩一个人在唱有没有人告诉你 另一个在唱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两个人的台风差距也比较大 X-Party是比较吸引眼球的部分 违和感没那么重 但延续时间短 如果没有陈楚生的人气加成 综合评价就是个700加分数的舞台 关于不必在乎我是谁 节目里似乎能感受到胡彦斌对爱很渴望 点点滴滴都在流露出这个想法 照这个趋势来看 胡彦斌真是要一路唱到总决赛了 虽然是性价比最高也是综合而言的最优选择 但似乎真的不太披荆斩棘 不扣题 过于舒适圈 如果非说有突破的话 那就是短期内要输出大量的编曲 他编曲能力没话说 天赋在那 就是泪点 看披荆斩集三 叶秋晨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重新认识了胡彦斌 他讲话和办事的分寸感 以及通过各种方法达成个人目的等等细节 也算有收获 胡彦斌和信都是专业歌手 就像前面说陈楚生和阿璞一样 在唱这件事本身不存在问题 没什么好挑剔的 但观众对他们的纯唱舞台期望值也比一般情况要高些 更想看到惊喜而不是晚会凑数型表演 另外 这两个舞台都是中国大陆歌手加中国台湾歌手的组合方式 你能在细微之处听到吐字发音的差别 体验上就稍显割裂 关于麒麟 老舅 唐宇哲 何展成 为哲明这四个人合作融洽 前期排练时其余三人给姜哈解释三分剑气这句歌词 相当有梗 挺好笑 麒麟是个有江湖气的舞台 除了老舅这个专业选手外 姜哈表现最佳 大概说唱的最重点是节奏感 其次才是唱出的词 所以何展成除了发音之外都没啥问题 从歌曲风格来看 麒麟这一轮赢得毫无悬念 当初用了田际赛马这个词 颇为贴切 四公的最大特点是把每个舞台的参与者拆得尽量少 这样就可以把部分个人镜头的数量提高起来 以仔细化每个哥哥的性格 你看恶狼传说里的张栋梁 立刻就丰满可爱了许多 过往的节目里 很少有专门用几分钟来讲他的镜头 这次很惊喜的地方是他粤语很不错 对比之下比王耀庆讲得要舒服些 不过以恶狼传说这个程度的舞台 用从头跳到尾来形容属实有点夸张了 关于我要你的爱 最大的特色是造型太闪亮 粉色轰炸很新颖 当马博谦提出芭比这部电影是我挺意外的 他的女粉丝应该很高兴吧 排练时路易他们这一群大男孩闹在一起 氛围很棒 路易的RP词还挺逗的 看来他在这档节目里是爱上说唱了 只是个人感觉戴墨镜有一些遮脸 导致观众对哥哥本身的关注度就弱化了 歌词相当友好 又是熟悉的作品 估计在准备时应该没那么吃力 关于落叶归根 这一组最大的感觉是拼凑感非常强烈 完全是强拼 罗杰夫很好 但业务能力上终究没有支服那么厉害 感觉他虽然有圈粉 但绝对不像支服效果那么好 同一年的哥哥姐姐 外籍的热门选手总要拿出来比比的 落叶归根的群演数量过多 而且造型上没有与嘉宾做出区分 导致看起来很乱 整体风格似乎想要复制第一季时 这世界那么多人的舞台 相比光明 陈楚生明显更适合唱这一首 蔡国庆 罗杰夫和陈楚生三人的和声部分很完美 是整个表演最大亮点 关于东海老人 这个表演连唢呐都上了 在娱乐节目上唢呐 多少有点想不开 要知道唢呐一出水雨争风 那个声音是完全独立在音乐之外的 好在整体风格比较搭 观众被震住了 东海老人与上山下是感觉比较相似的两个舞台 都属于气势镇压型 林志颖真不愧是看惯了竞速运动的人 在高桌子上来回穿梭毫无聚色 行走如履平地 只是林志颖这样的参与度 最后应该没办法把冠军颁给他了 但成团卫是妥妥的 拉票环节很有意思 路易那个鲤鱼打挺的童子宫真够扎实 场子一下就热了起来 关于逆战 本次公演最可惜的一个表演 原本期望值很高的 可分数还没过800 看这个舞台时 我突然特别想念第一季的赵文卓和张静 现在的哥哥们 单纯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多样性 硬学强学 打起来软绵绵的 有把式无力量 虽然偶尔也能唬住人 但有基础和灵基础差异性真的太大了 我建议第四季可以找郑叶成 他有武术底子 绝对有惊喜 胡冰做这个表演相当吃力 最终估计怕陋怯 所以给他安排党的动作更多 叶秋成很能理解他的挫败感 因为我也曾在深夜 为自己怎么学都不会的东西痛哭过 他那么擅长时尚元素的东西 可在哥哥的舞台上完全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 挺心塞的 练习的强度这么大 可终究还是没能躲过淘汰的命运 那种感觉更挫败了 瘦子和弹壳真的是深度捆绑 连续合作多个舞台了 王立新唱章节的逆战 大家都是同一届的快男 那个感觉很微妙 拉票环节他喊话要帮陈楚生拿下这一战 这性格与当初参加快男比赛时一模一样 他还真是没变过 逆战表演过程中 我在陈楚生的眼镜里看到了野心两个字 他应该很希望这个表演拿高分吧 总体而言 这个表演的氛围感很足 可惜部分动作设计太细节了 底下观众根本看不到吧 估计陆波呈现的效果要好于现场很多倍 陆波效果甚至很像拍电影 冒演打出来的雨水莫名有种发光的感觉 踢腿时有溅起的水花 慢动作非常吸引眼球 后期剪辑要加鸡腿 这个表演换一些有武术底子的人来演 估计可以接近900 哼 平成这样还是输了 拉手 真是陆波和现场差异过大 还是拉票时起了反作用 属实惊到我了 关于压轴的第一次做人 张远靠这个表演拿下了本场个人喜爱度第一名 他本人我不太会评价 就不写了 李九折的声音情感细腻值满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